上集说到 在晋升榜一的有钱大爷鼎力支持下 叶凡连续吃了七天的豪华自助餐 但是吃完后并不领情 因为没有领悟到透明锅盖的重要性 在不知道哪里传来的食材打人呐的呼声下 有钱大爷被叶凡用室内跑步活活气死了 有钱大爷耗尽了所有 也没有人家的呼声 也没得到叶凡 他用生命告诉我们 不人成不我妻 据消息称 通过有钱大爷遗产的支持 突破了命全境的叶凡 在一次无证是非过程中发生了空难 还好多年跑步经验 让他幸免于难 在上集的最后 进场买包子的叶凡 遇上了一看就很有故事的小男男 在易经和蒲公英的帮助下 终于告别了跑酷 拿到了飞行驾照 在带母闻一片 实习期禁止带人飞行的声讨下 持正起飞了 且看本集后续 今天真热闹啊 是 带着多喝几杯 走 去那边看看 好多人呀 大哥哥 还有其他事 这些留给你好好照顾自己 大哥哥你会想起我吧 大哥哥 你看 好漂亮呀 下次 大哥哥哥 大哥哥带你去更高的地方 嗯 好啊 我们拉勾勾 拉勾上吊 十万年不许变 嘿嘿嘿 大勾勾再见 多年 欢欣,还在这儿? 原来惊奇果然惊人,正好联系。 怎么我是? 若以绿铜的先天到晚,临摹在三足顶之上。 越悬崖复杂的气,越难成形。 我练顶围棋,难道真的冒进了? 要练就练最好的。 大气晚成,也好过一生蹉跎。 有着炼化一切的火煞灵能。 火煞?自古锻造神兵利器,都要用火源锻造。 火煞灵能。 火煞灵能。 火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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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真的有用 不愧是九州重器 一顶破万法 是时候再探荒谷禁地了 哎 你也来了 是啊 这么大的事儿 看看热闹 在外围捡捡漏也好吧 这是离荒谷禁地最近的小镇 这么多人 听说 世家有大人物生命垂危 要采集圣山上的神药救命 圣山 神药 皇谷禁地可是东荒七大生命禁区之一 听说当年有个圣地在最鼎盛时清理而出 全手在那里 是那个圣地太自负 想打到最深处 这才造了狠火 听说 这次行动不用进深渊 能上圣山就行了 原来如此 看来有大动作 跟进去 碰碰机缘 叶凡 真的是你 昆昌 能在这里和你相遇 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是啊 三年了 叶凡 这三年你过得怎样 是在灵虚洞天 还是在这繁俗世界生活呀 我早已离开灵虚洞天 如今 在各地游历 当凡人挺好 修行也 难得很 我就想像他们这样 守着家小店 安稳度日 昆昌 昆昌 你怎么在这儿 世家发话 让洞天的弟子 随他们一起进荒谷境地 门派不愿精英弟子冒险 便找了一些 资质平平地送了过来 我就是被门派送来冲树的 看来 看来 我这辈子在哪里 都不会出人头地 一辈子庸庸碌碌 听说 林家 周易 王子文 李小曼 都获得了师门的重视 是 有些人啊 无论走到哪儿 都能发出光辉 以后的事 别太早下定论 叶凡 我真的很想回去 我不想带带这个陌生的世界 三娘 孩子都要三岁了 我做梦都想亲亲她抱抱她呀 文成 我爸是谁在乎呢 原来 原来 是那个没用的废物啊 废物还有脸哭 真是可笑 各位 积点口德 嘴巴别那么多 你谁呀 管闲事也要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啊 啊 她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废物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我原本以为你死在那片废墟里了 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你 人生何处不相逢 哼 我居然又听到了这句话 少装枪做事啊 这次 没人救得了你 韩师弟 这小子是不是得罪过你 放心 交给我们今天保证把他打成废物 就是 废物就是欠收拾 几位师兄师弟 你们不要这样 他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事有你什么事啊 你刚入门的时候 那马云长老一直把你当成块宝 哼 结果怎样 时间一长 现了原形了吧 要不是柳依依一直护着你 我早就 你们有什么气 冲我来 别难为他 我说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吗 不想死的话 给我滚远点 听见了吗 你 你们又算什么东西 你们找死 小心 这废物体质特殊 力大无穷 千万不要被他抓住 这小子不能修行 只是力气的而已 只要不靠近他 直接祭出武器 斩杀他轻而易举 他不仅是我的朋友 还是柳依依的朋友 你们不能这样对他 排除谁来都不管用 不杀他难出我心头之痕 你退后 他们奈何不了我 你还愣着干嘛 给我和我剐了他 凭你奈何欺负人 放开我 放开我 凭你奈何欺负人 滅我这个不能修行的废物 放开我 照样打了你们满地狗羊 放开我 韩师弟 你不是说它是废物吧 这个废物怎么这么厉害 真是人生何处不行 叶凡身怀秘宝 必会成为众矢居地 唯有关注二维码 助他突破困境 是时候 点个关注了